那我這次Pia哥 上一集我們受Varman Manual的邀請 一起幫琳達監控她的訓練還有她的飲食 今天我們再度受邀來到琳達的辦公室 就是號稱全YouTuber界 最香的一個辦公室 那我們今天還帶了一些超當的食物 就是幫琳達準備一些吃的 然後同時教她一些在上班期間可以做的訓練 那我現在本身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女生了 所以等一下上去應該會心跳非常的快速 但我們廢話不多之後 就帶大家一起進去聞香 那目前跟琳達體態控制大概一個月左右 然後昨天量出來的體質大概減了3%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一切都在進度上面 所以平時上班的時候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之類 因為我們公司很喜歡點濕的 然後我們有新人來就會有下午茶 我們下午茶都是胖老爹、肯德基 而且我們冰箱會提供飲料 然後又有零食車 都沒有再開過 所以我這個月就是 就是滿滿的誘惑 有點像是我剛走上來的時候一樣 這樣講 會不會不太好 那除了平時我們一個禮拜訓練個兩三次之外 你還有什麼其他比較大的問題 我最近的煩惱就是 因為我還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一天還是要有8小時坐在辦公室前 然後其實像Garmin Value 他就會提醒我說 就是你可能已經坐超過一個多小時了 你應該起來動一動啦 好 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些 就算是可以坐著 或者是在原地 也可以動一下你屁股的一些動作 我很需要 很需要 我覺得大家 每個上班族其實都會滿需要的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座 好 那我們這邊教大家三個動作 就是你可以非常簡單的去活化一下你的臀部 那第一個我們先做好之後 腳帶跟寬姐同寬就好 然後我們就把膝蓋往外這樣撐開 讓你腳滾到外面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趕後打那個屁股外層 就在處理 對 然後慢慢回來 那我們大概在外面撐個兩秒 我們一組做個十五下 哇 很痠 上班好辛苦喔 要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身體正著的做 那 那做完身體正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把身體往前傾一點點 然後再做十五下 這邊是動到哪裡 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身體前傾 所以會動到比較不一樣的 角度的一個刺激 但主要也都是臀部 下個動作 我們就要站起來做 好 然後我們就扶著一隻 那把一隻腳抬起來 然後重點就放在站著那隻腳 然後之後另外一隻腳往後 這樣踢出去 然後會感受到 臀部往後收縮的感覺 一樣做一邊就做十五下 但是我覺得太輕鬆 可以把它往下挑一點 往下是膝蓋下去 對對對 膝蓋下去 膝蓋下去 這樣會稍微再更重 對 這個動作 剛剛是往後 這個我往斜四十五度腳 是 對 我知道這個也很累 對 這個也是很累 對 就踢出去 然後再後方停留兩秒 然後再回來 好 那這邊就簡單三個動作 教給大家 我覺得還不錯 就有屁股在動的感覺 我也有可能就是 在久坐提醒的時候 會起來坐一下 那既然那麼棒的動作 我們去 讓所有辦公室的人 都跟著我們一起坐 走吧 大家來運動 那我一直有在追蹤 Linda的飲息 然後她其實最想吃的就是 在去Severney的動作 對 因為我以前自己準備過 太麻煩 我最後就會直接放棄 我就會用買這個 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去把 我覺得很適合她吃的 全部都給她買過來 然後幫她配成三個不同的餐 那這個餐都是依照她 每日所需的飲食 等熱量下去搭配的 我們可以從她手錶中看到她 RMR大概是在 接近1400左右 算出來她TDE的話 大概是在1800 那我們減值的話 通常是吃TDEX0.8左右 所以大概就1500 所以我會建議正餐的話 大概一餐就吃到600左右 那這個是第一餐就是有一個 地瓜 這邊大概是接近200克的地瓜 優格 跟雞肉沙拉 所以這比較偏 你今天想要吃清淡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吃下去 然後她碳準化度比較高 所以很適合在訓練前後來吃 那這個的話是 比較你想要吃一點小吃類的 所以有一個雞蒸啊 然後糖心蛋 然後這是我近期覺得Severney 最好吃的 它是雞腿肉溫沙拉 超喜歡吃這種東西 真的喔 對 但我不知道可以吃 然後這一餐的話 它的碳水化度含量會比較低 所以你當天沒有運動的話 你就吃這一個會比較適合 這假如你又想要吃一點比較正常的東西 就像是有飯啊 有肉的話你就可以吃 脂肪沒有那麼多 然後碳水化度跟蛋白質都算夠 只是蛋白質偏少 所以我們再多加一塊雞胸肉 健身減肥的人 為什麼有人完全不吸電粉 跟他們健身減肥 我希望你不是純減肥 因為你其實比較偏肌肉量低一點點 所以你有運動的時候 我還是建議你可以吃 好的碳水化合物 跟好的蛋白質 這三餐雷它其實 雖然東西都很不一樣 但是它的熱量都控制在 大概610-630之間 那可能有些人會問說 一整天大概要吃多少會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從我們的RMR 或者是TDE下去做計算 那手錶中都可以看到 你的RMR指數 就是你靜止中所消耗的一個熱量 那假如你一個禮拜運動個3天之類的話 可能就是RMR乘以1.375 就會是你的TDE 有沒有哪些是你平常 不知道可以吃 但是我今天把它拿過來的 伊針跟那個中路飯 因為我看到有那種正常飯量的東西 因為我就不敢拿 對 但是其實它的飯量沒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還OK 那不如我們現在直接開吃 因為在滷味才會點那種 雞心 雞蒸跟雞乾 欸 你講的那三個其實 蛋白質量都滿高的 然後脂肪也不會到太高 所以你有去的話都可以吃 但是假如醬太多的 就需要注意一下 那滷味呢 然後一直泡在那個湯裡 對 滷味假如你吃下去覺得太甜的話 那就不用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壓力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手錶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會提醒說 你壓力過大 會叫你深呼吸 然後放鬆一下 按下去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 我要帶你做一個呼吸的練習 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比較放鬆 我沒有被通知過 沒有被通知過 所以我工作環境是真的很開心 可能真的是這樣子 像我那邊 每次想不忘一走過來 我就會提醒說 哇 壓力又來了 我覺得壓力這個東西 是被大家忽略的 因為其實壓力對於堅持 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很多 荷爾蒙方面 嗯 假如你壓力過大的話 你的皮質素會上升 然後皮質素上升 是讓你的身體在增值堅持 那對於女生來講的話 很多疾病 荷爾蒙的疾病 也都是壓力過大造成的 要是你改天真的 短短的手錶有一個提示的話 你也可以按一下 然後這樣比較放鬆一下 這樣平常 紓壓的時候 我們都是靠吃東西 就是有沒有什麼 下午可以吃東西 因為最容易餓的時候就是下午 所以你到晚上先見一天 有什麼可以 還是我們直接去你的零食區 看一下 有 我們公司有 全部可以放 好走 OK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垃圾食物的車子 哈哈哈哈 你說垃圾車嗎 垃圾車 這邊Linda 最喜歡的 通常都是這種 療癒配的 多利多利 所以它就像那種脆脆的 嗯 不行 不行 哈哈哈哈 基本上啦 這個上面 唯一看到比較OK的可能是這個 開心的 吃下去會比較開心 然後它也比較屬於天然的 一種食物 但是咧 這種東西又很容易 就是你一吃 然後就會一直晒到嘴巴裡 所以 需要克制一下 那你一次抓住了一把 你就要趕快跑回一個錯誤 那堅果類的都可以嗎 可以啊 綜合堅果總比這些加工的 還要好一點 嗯 但是也要注意它的 這個量級真的也是算很高 那除了堅果 還有什麼 可以吃的嗎 那我建議當然還是以天然的為主 像是 蟋蟀 麵包蟲 然後 教你喜歡吃比較微甜 然後冰冰涼涼的話 可以去買一種 藍莓 草莓 冷凍的 然後教你喜歡吃 稍微比較水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喝無糖的優格 嗯 都還不錯的選擇 OK 今天非常謝謝琳達 邀請我們來這邊上班 蛤 對 我們下個禮拜 什麼時候 你們說是幾點上班 那可能還是要先面試一下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追蹤琳娜的情況 希望她在兩個月後 可以 五月剪到 啊啊啊的 這個時間 會不會嗎 只剩5%了嗎 兩個月很簡單 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大家下禮拜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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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